買iPad 看大電視 只算有 taste 和面子 以前說有四仔 車屋仔 車仔 老婆仔 和寶寶仔 已經算是成功人士了 不過今時今日這樣 都未夠 英國這個網站 近日訪問了大約二千人 發現除了要有車有樓 用iPad 看五十串大電視 閒時去 Marks & Spencer 購物 這樣才算是人家眼中的上等人 而生活品味和身份象徵 就要靠Facebook 和Twitter 研究出來 買完東西要記得上載 兒子讀私校嗎 一定要讓人知道 研究還說 有1乘4的人覺得 買食用不是最重要 曬名才是最重要 不過調查也發現 大部份受訪者 都是先使未來錢 15% 更加以借太埋德 所謂上等人 可能都是表面風光的